诗篇第四十五篇 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你比世人更美 在你嘴里满有恩惠 所以神赐福给你 直到永远 大能者啊 愿你腰间配刀 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 谦卑 公义 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胜 你的右手必显明可谓的是 你的剑锋快 射中王敌之心 万民扑倒在你以下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物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 你的衣服都有墨药 尘香 肉桂的香气 象牙宫中有丝旋乐器的声音 使你欢喜 有君王的女儿 在你尊贵妇女之中 王后佩戴额培金士 站在你右边 女子啊 你要听 要想 要侧耳而听 不要纪念你的名 和你的副家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 因为他是你的主 你当敬拜他 泰尔的名 必来送礼 民中的副族人 也必向你求恩 王女在宫里 极其融化 她的衣服 是用金线绣的 她要穿锦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 随从她的陪伴 童女 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他们要欢喜快乐 被引到 他们要进入王宫 你的子孙 要接续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们 在全地做王 我必叫你的名 被万代纪念 所以万民 要永永远远 称谢你 诗篇第四十六篇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 虽蓬轰翻腾 山虽因海仗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是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 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 神发生 地便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他只袭刀兵 直到地极 他折弓 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第四十七篇 万民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盛的声音 向神呼喊 因为 耶和华至高者 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 浮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 浮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神上声 由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声 由脚声相送 你们要向神歌颂 歌颂 向我们王歌颂 歌颂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神做王 治理万国 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列邦的君王聚集 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 因为世界的盾牌 是属神的 他为至高 诗篇第四十八篇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该受大赞美 西安山 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为避难所 看哪 众王会合 一同经过 他们建了这城 就惊奇丧胆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 被战精疼痛抓住 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神啊 你用东风打破 踏实的船只 我们在万君之 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我们神的城中 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 直到永远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的赞美 正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因你的判断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诚意 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西安 四围环绕 数点城楼 细看他的外锅 查看他的宫殿 为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神 永永远远 为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 诗篇第四十九篇 万民啊 你们都当听这话 世上一切的军迷 无论上流 下流 富足 贫穷 都当留心听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 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我要侧耳听比喻 用情解谜语 在患难的日子 坚恶随我脚跟 四面环绕我 我何必惧怕 那些倚仗财货 自夸钱财多的人 一个也无法恕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赎嫁给神 叫他长远活着 不见朽坏 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罢休 他必见智慧人死 又见余丸人和畜类人 一同灭亡 将他们的财货 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思想 他们的家世 必永存 住宅 必留到万代 他们以自己的名称 自己的地 但人居尊贵中 不能长久 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他们行的 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 但他们以后的人 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他们如同羊群 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 到了早晨 政治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美容 必被阴间所灭 一致无处可存 只是神 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权柄 因他必收纳我 见人发财 家世增容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 不能随他下去 他活着的时候 虽然自夸为有福 你若立即 人必夸奖你 但他仍必归到他 历代的祖宗那里 永不见光 人在尊贵中 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蕾一样